这里是可以享受动手乐趣的圣经功义士 当大卫要去和哥利亚交战的时候 扫罗王将盾牌和枪送给了大卫 但是大卫却放下了盾牌和枪 将小石头当作了武器 圣经功义士 今天我们就来做枪吧 需要准备材质三张 我们先来折枪头吧 首先从中间对折之后 转一下再对折一次 展开来以后将两个角向中心折起来 翻过来将下面的角向中心折起来 然后再翻过来将两边向中线折起来 上面的部分也上着中线折起来哦 然后再向着中线对折一次 翻过来之后将下面的部分按一下 让它出现来这样一个小口袋 枪头就完成了 接下来要用两张纸来折枪杆 好 将两张纸对齐之后 对角折一次 转下方向再对折一次 但是要留下一点空白的部分哦 哦 这里要看仔细了哦 将其中的一张纸向外拉 然后找一个点固定了 将两张纸翻过来 照着你想要的粗细向上折 就像是做紫菜包拌一样哦 剩下最后一部分的时候 要先涂上胶水 然后将剩下的部分全部卷起来 哦 等一下 为了粘得更坚实 一定要使劲按一下哦 这样枪杆也做好了 最后将枪头的两边粘起来 中间也涂上胶水 枪杆粘上去的话 咱咱咱 枪也做好了 对了 有枪的话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盾牌哦 有了枪和盾牌才能去战斗啊 下一次的话我们会折盾牌哦 敬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